第1741章大收获 随着雪王和北方神皇的分身被俘虏 这一战彻底落幕了 观战的人都惊呆了 谁也没想到补天教会赢 而且赢得这么干净利落 无论是百里飞仙他们的出现 还是叶星辰的真神兵 都让人震撼不已 所有人这时候才明白 他们自始至终都小看了补天教 这个补天教的实力 早已经在其他神国和神教之上了 毕竟其他的神国和神教 除了中央神国外 谁还有两位圣人王巅峰强者 问天王就算有完整的九转和一绝 但他没有足够的能量 也无法让他手下诞生出一位圣人王巅峰强者 毕竟这个境界的强者所耗费的能量太庞大了 中央神皇宇宙王 这次多谢你们帮忙了 这是九转和一绝的前三层 一星辰本尊拿出一门功法交给中央神皇 中央神皇接了过来 满脸喜色 笑道 多谢叶教主了 哈哈 我们中央神国和补天教士盟友 自当共进退 九转和一绝的前三层 至少可以练出三个分身 这对他们中央神国的帮助太大了 看看血衣神教这次出动的几千圣人就知道了 本来血衣神教可没有这么多圣人 都是靠着九转和一绝的前三层才拥有 这么多圣人的 三个分身 这足以让他们中央神国的圣人数量扩大三倍 而且以后用分身战斗 即便死了 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池王天宫没有能量供应 他们中央神国可有不少能量储藏 因此中央神皇很高兴 觉得自己这次选择对了 纵别中央神皇和宇宙王之后 叶星辰便下去和百里飞仙他们会合了 怎么样 这次抓了多少圣人 叶星辰看着面前的几人询问道 乌毛鸡等人都很高兴 显然是收获很大 百里飞仙说道 师尊 我们一共抓了735个血衣神教的圣人 其中圣人王后73个 圣人王中期五个 圣人王初期九个 古圣58个 大圣237个 小圣423个 叶星辰文言满脸笑容地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能够抓捕700多个圣人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那些圣人分散逃 很难将其抓捕 你们也是突然出击 打了血衣神教一个措手不及 嘿嘿 还是飞仙厉害 光他一个人就抓捕了500多个圣人 我们只能给他打打下手 自学校道 百里飞仙谦虚道 都是靠着见准真神兵 圣人王之下 一旦被他的音波攻击 就会陷入麻痹 我抓捕起来也轻松很多 叶星辰看着百里飞仙手中的古朴大中 赞叹道 这见准真神兵潜力很大 将来成长为真神兵 威力也很强 你要好好摸索 争取发挥出他最强的威力 是 师尊 百里飞仙点了点头 一旁的瞻台明月不乐意道 叫谁呢 我才是你的师尊 还有 这次不是我帮忙 你能抓捕那些圣人王巅峰 最后一句话是对叶星辰说的 叶星辰和百里飞仙相视一眼 尽皆苦笑 不过 这次瞻台明月的功劳的确很大 毕竟那十个圣人王巅峰 可比这七百多个圣人的价值大多了 好了 我们先回去吧 叶小子 你也正好利用这些血液神教的圣人 晋升 圣人王巅峰境界 五毛鸡连忙开口 化解了两人的尴尬 一行人随即赶往胜须 至于这座城池 根本不需要派人镇守了 目睹了这一战 现在谁还敢招惹补天教 就算其他的神国和神教 现在面对补天教也要退避三社 结束了 没想到会是补天教赢了 真是出乎意料啊 远处观战的战胜 满脸唏嘘道 旁边的侯员武笑着说道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叶兄这些年一直都在创造奇迹 化不可能为可能 战胜苦笑连连 的确 这些年以来 叶星辰创造的奇迹实在太多了 现在他们都已经麻木了 就算明天传出 叶星辰成真神的消息 恐怕也没人会觉得不可能了 叶兄又度过了这一关 这以后再没人可以威胁到 他们补天教了 不过 没想到这次北方神皇 竟然会插手 神佛皱起眉头 说到底 他现在也属于北方神皇 他真不希望看到 北方神皇和补天教为敌 这样他很难做 还好 北方神皇只出动一个分身 而且说是为上次的婆娑王一战报仇 希望以后不会再有此事吧 一行观战的人纷纷离去 这一战的消息也随之传遍了整个混沌大陆 顿时无数修炼者震撼不已 补天教竟然是如此强大 叶星辰居然有一件神器 这一切都让人太震撼了 就在所有人走了之后 一道身影出现在城池不远处 摇摇看着圣虚的方向 满脸激动之色 是瞻台明月那丫头 她果然已经出事了 瞻台家族的那种天兽血脉 我不会感应错 瞻台明月出手的时候 那种气息 千鸟奥林太熟悉了 毕竟 她曾经在瞻台家族潜伏了很久 对于瞻台家族的人非常了解 不过 这个势力倒是很强啊 还有一个强大的盟友 在这方宇宙几乎无敌了 千鸟奥林的脑海中浮现初夜星辰的身影 有真神兵 有即时各圣人王巅峰强者 还有瞻台明月 在这方宇宙绝对无敌了 但是雪衣神教的那个分身 倒是很厉害 居然可以有九个实力堪比圣人王巅峰的分身 还有那个中央神国也有 补天教也有 这分身数在这方宇宙流传的很广吗 千鸟奥林身子一闪 便消失不见了 她要好好探寻一下这方宇宙 正所谓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千鸟奥林已经错过一次抓捕瞻台明月的机会 这一次 她显得更加谨慎了 要么不出手 要么一出手 那就万无一失 刚才她已经探查过瞻台明月了 现在的瞻台明月才圣人王巅峰 距离成为真神飞升混沌界 少说也有五六千年 她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谋划 第1742章来自混沌界 探索这方宇宙对于千鸟奥林来说非常简单 她随便抓捕了一位大天王 从其身上夺取了混沌网络 便了解了一切 有关夜星辰的事迹 补天教的情况 问天王和石王天宫等等 还有九转和一 觉这门强大的分身功法 全都被她了解了 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走上了终极剑道 倒真是一个绝顶天才 放在混沌界也能算得上是天才了 不过自从派出刀地之后 终极知道已经是死路 此此连成真神的可能都没有 千鸟奥林冷笑一声 她没有把夜星辰放在眼里 等她的战争傀儡炼制成功 轻而易举就能将其斩杀 毕竟 她的战争傀儡都是准真神境界 十孙准真神奇出 这方宇宙谁能抵挡 更何况 她会给这些战争傀儡配上真神兵 除了真神 谁能抵挡十孙拥有真神兵的准真神境界战争傀儡 千鸟奥林心中忌惮的也只是瞻台明月罢了 这丫头是瞻台家族的掌上明珠 瞻台家族的那位天空真神境界的组长 肯定会赐予她一些强大的护身宝物 所以 为了能够成功抓捕瞻台明月 千鸟奥林要多准备一些功夫 其中就有利用一下血衣神教 血衣神教虽然实力很弱 但他们毕竟是本地土著 比我更了解这方宇宙 也更了解补天教 而且 血衣神教教主血王也是一位准真神 甚至如果给他足够的能量 可以让他修炼出九个准真神级别的分身来 千鸟奥林目光一闪 整个人再次消失了 血衣神教 血王脸色阴沉的站在高空中 看着四面八方一个个狼狈逃回来的圣人 心情越来越差 不远处 地狱王的一句分身逃了回来 连忙跟血王禀报道 教主 这次我们祖祖损失了七百多个圣人 其中圣人王后期 不用说了 血王摆了白手 他不想听这些损失 他怕自己忍不住再去攻打补天教报仇 但他知道不能那样做 千步说有中央神国的这个铁杆盟友在 单单是捕天教现在的实力 就比他们血衣神教强 他们血衣神教有真神兵 人家叶星辰也有真神兵 他们血衣神教只有一个圣人王巅峰 人家都近十个圣人王巅峰了 而且这一次他的九个圣人王巅峰分身 和北方神皇的一个分身被叶星辰给俘虏了 那会帮助捕天教再度增加十个圣人王巅峰强者的 他们血衣神教怎么跟人家斗 我恨啊 血王突然咬牙切齿 紧紧握着拳头 满脸愤怒地盯着圣虚的方向 嘶吼道 都怪我小去了他 当初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 将此子铲除 当初就应该出动真神兵 拼着得罪中央神国 也要铲除此子 旁边的地狱王一脸沉默 他知道这其实不能怪雪王 因为雪王当初已经很高看夜星辰了 多次出动圣人王为杀夜星辰 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大体小作了 即便如此 雪王也失败了 真要出动真神兵吗 那不可能 看看南方神国的下场 就知道真神兵不能轻易动用 毕竟变数太大了 有真神兵 他们雪衣神教还能继续长存 哪怕夜星辰成真神也奈何不了他们 但如果失去了真神兵 那他们的下场就会跟南方神国一样 只能说 夜星辰的成长速度太快了 超越混沌大陆历史上任何一个天才 他们雪衣神教也算是倒霉 遇到了这种亿万年也难遇的天才 还和对方结了仇 想想当初为了几个半圣级别的弟子 就跟对方结仇 真是不治啊 但谁能想到夜星辰的成就会这么大呢 召回所有人圣人 忽然 雪王仿佛失去了所有力量 声音低沉道 以后不要再去招惹补天教了 我们虽然奈何不了他们 但有真神极振法在 他夜星辰即便在墙 也奈何不了我们雪衣神教 暂时也只能这般了 希望夜星辰这小子更加妖孽 早点寄生真神 去混沌界吧 地狱王期盼道 卷王点了点头 现在他们也只能期盼夜星辰飞升混沌界 这样他们就会少了一座大山 至于修炼终极之道的夜星辰 是否能够成真神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一丝怀疑了 在创造了诸多奇迹的夜星辰身上 压根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七禀教主 外面有一位叫做千鸟奥林的小圣想要见您 就在雪王和地狱王准备离开时 一位雪衣神教的大圣急忙前来禀报 雪王听了没有丝毫反应 转身离去 他现在心情很不好 谁都不想见 更何况只是区区一个小圣 真以为他雪王是谁 随便一个小圣就能见到的吗 地狱王目送雪王离去 随即开口问道 千鸟奥林 这个姓是有些陌生 来自哪个圣地 还是散修 决一神教的大圣文言 面色有些古怪的说道 启禀地狱王 他 他说他来自混沌界 混沌界 地狱王一愣 随即目击返校 真当我们雪衣神教完了吗 什么人都能来嘲笑 我们雪衣神教吗 区区一个小圣 还来自混沌界 他怎么不说 他是太初刀地啊 说完 地狱王对面前的大圣 冷冷说道 这种疯子也来禀报 你一点判断力都没有吗 去 给我宰了他 是 决一神教的大圣 颤抖地点了点头 随即连忙闪身离去 地狱王摇摇头道 都以为我们雪衣神教被补天教打败了 损失惨重 但我们损失的都是分身 其实 说到底 也只是损失了一些能量而已 并没有让我们雪衣神教伤筋动骨 不得不说 这九转和一绝真是好东西 可惜我们雪衣神教没有完整版 否则这次我们就不会输了 说完 地狱王准备转身离去 但却看到刚才那名大圣又回来了 地狱王顿时脸色阴沉道 杀了就杀了 不用来找我禀报了 他对这个大圣印象不太好 区区一个小事情 也能找他禀报 地狱王 那人送给我一件真神兵 说是证明他的身份 决一神教的大圣说道 地狱王怒极反笑道 真神兵 他一个小圣能有真神兵 当真神兵是大白菜吗 还送人他怎么不让你直接成真神啊 地狱王还没说完就呆住了 因为面前的雪衣神教大圣 真的拿出了一件真神兵 那股强大的气息 顿时充斥整个雪衣神教 这绝对是真神兵 第1743章合作 这这真的是真神兵 地狱王身子一闪 瞬间来到这个雪衣神教的大圣面前 将其中手中的真神兵抓在了手中 他是雪衣神教的圣人王 地位很高 自然接触过雪衣神教的真神兵 所以 他一眼就认出这是一件强大的真神兵 甚至在气息上 比他们雪衣神教的都强横一些 竟然送我们一件真神兵 地狱王打亮着手中的真神兵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甚至都觉得自己这是不是遇到幻觉了 这是真神兵啊 在混沌大陆 谁傻逼了会送给别人 难道那人真是来自混沌界 哼 就在此时 雪衣神教内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地狱王回头 只见雪王冲来 他手持真神兵 大喝道 谁敢犯我雪衣神教 真以为我们雪衣神教完了吗 他感应到真神兵的气息啊 还以为是敌人来犯 当即赶了过来 不过 当他看到地狱王手中的真神兵后 顿时瞳孔一缩 显得有些不敢置信 你 你怎么会有真神兵 雪王震惊地看着地狱王 地狱王苦笑道 刚才那个叫千鸟奥林的小圣颂的 他说他来自混沌界 什么 雪王文言震惊 他刚听到 第一个感觉便是不相信 毕竟混沌大陆还没有真神降临过 一旦飞升的真神都无法再回来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看着地狱王手中的真神兵 他又不得不相信 毕竟除非是混沌界的强者 谁会把一件真神兵送人 走 随我去见见此人 雪王身吸一口气 压制住心中的震惊 一边说着 一边对旁边的雪衣神教大圣说道 这事情不要传出去 是 雪衣神教的大圣点了点头 随即离去 雪王则和地狱王对视一眼 朝着山门外飞去 地狱王低声道 不会真的来自混沌界吧 恐怕是真的 不然谁会傻得送给我们一件真神兵 有了这件真神兵 我们雪衣神教实力大增 之前的损失都不算什么了 雪王有些兴奋的说道 地狱王点了点头 之前损失的那些能量 跟真神兵比起来 简直不值得一提 一件真神兵 足以奠定一个神教的底蕴 这是镇教至宝啊 没看到之前的问天王 都成准真神了 都要躲起来 有了真神兵后 石王天宫就能跟他们平起平坐了 地狱王心情激动 但还没有失去方寸 他低声道 对方送我们真神兵 恐怕也是有所相求 只是对方来自混沌界 有什么要求我们的 不知道 却王摇摇头 他怎么知道 不过 他低声道 不管怎么说 对方既然送给我们一件真神兵 那就是有非敌 说不定我们还能向他打听一下混沌界的情况 问问我们祖师爷现在什么情况 地狱王文言顿时激动不已 要是能够联系到祖师爷 区区补天教又算得了什么 两人激动地飞出了血衣神叫山门 顿时就看到了一位小圣 站在一座山坡上 背对着他们 却王和地狱王顿时瞳孔一缩 此人虽然是小圣 但他们却感应不到对方的气息 对方明明就站在他们眼前 但却没有丝毫气息 看起来跟不存在一样 却王和地狱王对视一眼 两人更加确定此人来自混沌界了 当下两人姿态放得很低 连忙躬身道 晚辈雪王 晚辈地狱王 拜见前辈 千鸟奥林转过身 无视了地狱王 因为他知道雪王才是主事之人 看着雪王 千鸟奥林笑着问道 我送你的真神兵 还满意吧 雪王连忙说道 前辈的真神兵 比我们祖师爷传下来的真神兵 还要厉害几分 晚辈岂感不满意 不过 前辈为何要送我们真神兵 如果前辈有什么吩咐 晚辈但凡能够做到 一定全力以赴 千鸟奥林摸着下巴上的胡子 笑盈盈道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不错 我送你真神兵 是想要跟你们合作 雪王连忙说道 前辈说笑了 晚辈哪有资格跟前辈合作 前辈有什么事情 请尽管吩咐 千鸟奥林点了点头 对于雪王的态度很满意 因此便说道 在你们面前的只是我随手炼制的一具战争傀儡 我的本体就在混沌秘境 因为我是真神 所以无法进入你们宇宙 所以有些事情 需要你们代办一下 雪王和地狱王文言心经 他们没想到这位真神就在混沌秘境 真是够近的啊 不过 对方不能进入这方宇宙 倒是让他们松了口气 毕竟 任谁头顶上压了一个真神 心里面也不好受啊 我这次来你们宇宙 其实是为了抓捕一个小丫头 她现在就躲在捕天教 她的样子就是 千鸟奥林说吧 挥挥手 凝聚出瞻台明月的样子 是她 雪王看到瞻台明月 顿时就认了出来 毕竟就是此女出手 才让叶星辰俘虏了自己的分身 她叫做瞻台明月 也是来自混沌界 叶星辰的那件真神兵 便是她送的 你这次失败 也是因为她 千鸟奥林说到 雪王顿时恍然大悟 难怪捕天教会突然那么强 多了好几个圣人王巅峰强者 还有一件真神兵 原来 是有混沌界的强者帮助啊 叶星辰那小子真是好大的运气 不过 雪王看着面前的千鸟奥林 心中激动不已 现在 他们雪衣神教也有一尊混沌界的强者帮助了 当下 雪王沉生道 前辈 我已很想帮助您抓捕此女 但是您之前想必也看到了 我们雪衣神教根本不是补天教的对手 即便现在多了一件真神兵 我们也奈何不了他们 千鸟奥林微笑道 这你放心 我自然请你们出手 当然会增强你们的实力 刚才送你的真神兵 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雪王和地狱王文言 顿时心中激动无比 两人都期盼地看着千鸟奥林 千鸟奥林笑着说道 我打听过了 你们那个九转和一绝非常不错 如果你能够凝聚出几尊准真神境界的分身 再配上真神兵 未必就不能对付补天教 第1744章圣人王巅峰 听了千鸟奥林的话语 雪王苦笑道 前辈有所不知 凝聚分身需要很多能量 尤其是准真神级别的分身 即便耗光了我们血衣神教的储藏 也最多能够凝聚两三尊 他们血衣神教的储藏 也不是无限的 尤其是之前损失了那么大 没关系 你可以找盟友 而且我也可以帮你提供能量 千鸟奥林摆了白手 一脸自信的说道 虽然我本体不能进入这方宇宙 但只要你去混沌秘境附近 我就可以把我的能量传给你 要多少有多少 以他七阶大地真神的实力 随便拿出一些能量 都足够雪王炼制出准真神级别的分身了 多来几个雪王都没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晚辈就有把握替前辈抓住那个张台明月 雪王文言一脸高兴的说道 如果他有了九个准真神级别的分身 再加上他的本尊 手持两件真神兵 这方宇宙还有谁是他的对手 雪王心中激动无比啊 这真是天大的运气啊 圣虚补天教的一行人还不知道危机悄然临近 此刻圣虚内一片欢庆 这次一战 他们补天教赢了 彻底扬眉吐气 站在混沌大陆最巅峰 以后 谁还敢小去他们补天教 整个补天教 无数弟子长老都在欢呼 而在时间加速大阵之中 一星辰的本尊已经炼化了三个血液神教的圣人王后七强者 成功炼制出三尊圣人王后七的分身 九大分身齐聚 开始九九合一 冲击圣人王巅峰境界 百里飞仙他们都在一旁看着 玉小子这下终于达到了圣人王巅峰境界 等他的肉身达到了准真神境界 在炼化血王的那九个分身 就能拥有九个堪比准真神的强大分身了 乌毛七一脸激动 一旦成功 他们补天教的实力将会达到巅峰 到时候 夜星辰一个人就抵得上十个准真神 再加上一件真神兵 谁能抗衡 更别说 他们补天教还有近十位圣人王巅峰强者 旁边的百里飞仙说道 还剩下一个北方神皇的分身 要不 是否你将其练化 这样就能踏入圣人王巅峰境界 我 乌毛七一愣 随即摇头道 我有圣人王境界的实力 足够了 没必要再到圣人王巅峰 反正我这天资 估计也成不了真神 用了也是浪费 还是你拿去练制出一具分身吧 百里飞仙摇头道 瞻台明月说了 我的修为已经彻底稳固了 接下来他会帮助我晋升准真神境界 估计要不了多久 我就要成真神 离开这方宇宙了 要这分身也没有用 哎 说起来 叶小子距离成真神也快了 这次你们离开 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啊 乌毛七闻言一阵叹息 上次他和夜星辰分别 夜星辰还能回去找他们 但是这一次 恐怕就不可能了 乌毛七也从瞻台明月那里知道了混沌界的情况 一旦成为真神 就没办法再进入这方宇宙了 会遭受到排斥 而且 真神飞升之后 会被随即传送到混沌界 谁知道夜星辰他们会被传送到那里 再说 混沌界广阔无边 谁知道这方宇宙位于混沌界什么位置 就算是瞻台明月 他也是被时空风暴随机卷到这里的 哪知道这里是什么位置 夜星辰到时候就算有实力回来 都恐怕找不到回来的路 鸡哥 还是你练话吧 反正现在我们不缺这一个圣人王巅峰 夜星辰此刻已经进升到了圣人王巅峰境界 对乌毛七笑着说道 他也知道自己距离离开混沌大陆很近了 在这之前 他当然希望乌毛七他们能够提升实力 这样自己也能够走得安心一些 好吧 乌毛七没有继续推辞 他知道等夜星辰和百里飞先走后 这不天叫还得他掌管 提升一些实力也是有必要的 本来 补天教要交给百里飞先的 可是没想到百里飞先运气这么好 估计可能还会在夜星辰之前飞升混沌界 自然无法接掌补天教 剩下的人当中 夜星辰最信任的是乌毛七 而且乌毛七有经验 毕竟一直都是他在掌管补天教 夜星辰都是甩手掌柜 至于子雪 九幽神子他们 也只能当当打手而已 让他们管理补天教 根本管不好 接下来我要继续闭关 补天教就交给你了 夜星辰对无毛七说了一句 便继续待在时间加速阵法里面闭关修炼了 他要快点进升到准真神境界 无毛七则带着其他人离去 决一神教 决王正在和问天王通话 问天王 我们合作一下 这次我有把握对付夜星辰 雪王还没有说完 就被问天王打断了 问天王冷冷说道 这次夜星辰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还没有镇住你吗 对付补天教 我看还是算了吧 见识过补天教的实力 问天王现在已经彻底放弃了 他觉得雪王已经疯了 居然还想招惹补天教 问天王可不愿意陪一个疯子玩 很快 问天王直接挂断了通讯 雪王看着面前关闭的混沌网络通话 脸色阴沉无比 恨恨道 这混蛋 简直被夜星辰那小子给吓破胆子了 一旁的地狱王忽然传音道 教主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找盟友 只要千鸟奥林前辈帮助你凝聚九个准真神境界的分身 您一个人就能对付补天教 根本用不着问天王帮忙 相反 您找问天王参与进来 反而会让问天王得到跟你一样的机缘 那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新对手了 卷王目光一闪 传音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我也不想找问天王 但我想要问天王手中的九转和一绝 如果这次能够换取完整版的九转和一绝 那么就算给问天王一些好处也是值得的 地狱王文言不说话了 他也想要得到完整版的九转和一绝 因为那样一来 他也有机会踏入圣人王巅峰 甚至是准真神境界 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走 先去看看千鸟奥林前辈怎么说 卷王随即转身离去 千鸟奥林那句圣人战争傀儡 现在就住在雪衣神教 第1745章交易 雪衣神教传承大殿内 千鸟奥林观看着雪衣神教的传承宝典雪神宝典 这是雪衣神教祖师爷传承下来的功法 也是雪衣神教的修炼功法 虽然千鸟奥林是大地真神 不过这门雪神宝典也是真神留下来的功法 其中也是有一些可取之处 当然 对他的帮助很小 只能说是参照一下别人的思路 改善自己的功法罢了 这雪衣神教的祖师爷 在飞升混沌界的时候 估计只有一阶真神初期的修为 看完了雪神宝典 千鸟奥林不由得摇了摇头 从这门功法 他就能推算出血 一神教祖师爷 飞升混沌界时候的实力 一阶大地真神初期 简直就是混沌界最低的修为 这些土著真傻 也不知道积累修为 就一阶大地真神初期的修为 一旦去了混沌界 恐怕直接就被抓去当矿工了 要在矿场挖矿1000万年 才能获得自由 千鸟奥林不屑一笑 混沌界的环境可是非常残酷的 低级的大地真神 去了简直是受虐 尤其是这些飞升的土著 死亡率最高 毕竟实力弱 又没有靠山 生存自然非常艰难 前辈 这时雪王和地狱王进来了 千鸟奥林放回雪神宝典 看着雪王淡淡问道 如何 那位问天王答应了吗 雪王惭愧道 抱歉 让前辈失望了 问天王已经吓破胆了 他现在已经不敢再招惹补天教了 一个准真神 就这点胆量 你没跟他提起我吗 千鸟奥林差异道 雪王苦笑道 我还没有来得及提起前辈 他就懒得跟我聊了 千鸟奥林冷笑道 那这样 你直接让他来见我 我送他一件真神兵 他还能拒绝 雪王眼中惊芒一闪 他可不希望问天王得到一件真神兵 毕竟 现在他们血一神教拥有两件真神兵 领先于其他神教和神国 这个优势 雪王可不想失去 不过 如果不用真神兵的话 怎么吸引问天王参与进来 雪王忽然问道 前辈 真神兵未必能够吸引问天王 因为他已经有了真神兵 再有一件真神兵也未必可以提升多少实力 不过 他们实王天宫 最缺的便是真神极阵法 如果前辈能够帮助他们布置一座真神极阵法 那问天王肯定会答应 他觉得送给问天王一座真神极阵法 总比送他一件真神兵好 毕竟真神极阵法只能用来护身 无法攻击 也就无法对他们雪衣神教造成威胁 而对问天王来说 一旦他有了真神极阵法 那他们实王天宫就有了自保的能力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会被灭门了 真神极阵法 天鸟奥灵一灼眼睛 眼中神光机射 打亮着雪衣神教的护胶大阵 雪衣神教有强大的真神极阵法守护 他作为大地真神 自然早就感应到了 这做阵法的攻击力不行 但是防御力很强 配合真神兵 连一般的一阶真神都很难将其打破 千鸟奥灵观察之后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好 这种难度的真神极阵法 我还是可以布置的 雪王文言大喜 随即连忙再去联系问天王 这次雪王直接炼制一个圣人分身赶去石王天宫了 毕竟通过混沌网络 他担心问天王不接 到了石王天宫 拥有准真神实力的问天王 瞬间就感应到了雪王的分身 这家伙来这里做什么 难道还不死心吗 石王天宫的一座大殿内 问天王看着朝此地赶来的雪王分身 不由得皱起眉头 随即 他身子直接消失了 等到问天王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雪王面前了 雪王 我已经说了 不会插手你与补天教的事情 你还想做什么 问天王冷冷看着面前的雪王 他觉得雪王是不是傻了 补天教的那种实力 现在还怎么对付他们 补天教不来对付他们就算好的了 雪王文言淡淡一笑 看着不远处气是巍峨的天城 突然有些遗憾的说道 问天王 你们石王天宫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破绽 你知道是什么吗 问天王不知道雪王在搞什么故弄玄虚 不由得冷亨道 什么破绽 我怎么看不到 雪王摇头道 你们缺少真神极阵法 没有真神极阵法 一旦补天教打上门来 你们补天教必定灭亡 问天王吃笑道 想要吓我吗 我承认 我们石王天宫 现在不是补天教的对手 不过 补天教想要灭我们石王天宫 也不可能 他也心臣只要杀不死我 就要担心我报复 一个隐藏在暗中报复的准真神 还有真神兵在手 他也心臣肯定不希望 他们补天教有这个敌人 所以 只要我不招惹他 他就不会对付我 却王没有反驳问天王 他只是淡淡说道 帮我对付夜星辰 我送你一座真神极阵法 并且还送你九个准真神级别的分身 如何 想要我对付补天教 不可能 什么 问天王刚要拒绝 陡然听到雪王后面的话语 顿时一惊 满脸难以置信的看向雪王 雪王看着问天王 笑道 一座真神极阵法 可以让你们石王天宫从此无忧 九个准真神级别的分身 让你的实力超越补天教 如此一来 你还没有信心跟我一起对付补天教吗 问天王此刻已经镇定下来 他冷冷盯着雪王 你疯了吗 说这种谎话 你以为我会相信 你们雪衣神教或许拥有炼制九个准真神分身的能量 但是真神极阵法 只有真神才能布置 你上哪找一位真神来帮我布置阵法 雪王摇头道 这个你不用管 我自然说了 肯定能够保证给你带来 你要是不相信 我可以对混沌大道发誓 不过 你除了要帮我对付补天教外 你还要把完整版的九转和一绝给我 问天王闻言皱起眉头 盯着雪王 有些怀疑的问道 你真的能够办到 雪王看着他说道 你若是不相信 我们现在就对混沌大道发誓 如何 好 问天王沉吟了片刻 便点了点头 如果真有一座真神极阵法 外加九个准真神级别的分身 那他自然愿意帮助雪王对付补天教 至于完整版的九转和一绝 反正夜星辰那小子已经会了 再送给雪王 也不算什么 只要他们十王天宫够强 这门分身功法泛滥就让他泛滥吧 第1746章问天王的震惊 看着面前对混沌大道发誓的雪王 问天王眉头一挑 到现在他都有些不敢置信 雪王竟然真的敢发誓 要知道 对混沌大道发誓 这誓言可是无法违背的 怎么说 雪王真的能够做到 一座真神极阵法 九个准真神境界的分身 问天王有些难以置信 真要有这种资源 对方干嘛送给他 雪王自己一个人就能灭掉补天教了 可是 雪王已经发誓了 容不得问天王不相信 问天王心中不由得充满了好奇心 他总觉得其中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 问天王 该你发誓了 雪王默然的看着问天王说道 问天王冷冷定了雪王一眼 仿佛要看透雪王一样 但是任他思考了无数遍 都猜不到什么原因 毕竟 混沌大陆是第一次有混沌界的强者降临 问天王又怎么会猜得到呢 好 问天王终究抵挡不住又活 对混沌大道发誓 发完誓之后 他便看向雪王问道 现在可以跟我说说情况了吧 不急 你先派一个分身 跟我去雪衣神教 有人要见你 雪王笑着说道 问天王已经发誓了 不能反悔了 他现在可以放心透露千鸟凹灵的存在了 哼 故弄玄虚 问天王冷哼一声 便派了一个分身跟着雪王前往雪衣神教 如果是他本尊 自然不敢去雪王的大本营 但仅仅是一个分身 他根本不担心 雪王不会无缘无故灭他一个分身的 问天王的分身也是圣人王巅峰境界 速度很快 带着雪王的分身 很快就抵达了雪衣神教 雪王的本尊 还有千鸟凹灵早已经在等待问天王了 问天王到来之后 看了一眼雪王 随即便撇到了大殿内的千鸟凹灵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因为这个人的存在 刚才他在大殿外并没有感应到 连雪王和地狱王都躲不过他的探查 但这个小圣居然躲过了 而且 看这个小圣所占的位置 似乎身份地位比雪王还要高 这怎么可能 在雪衣神教 有谁的身份地位会超越雪王 问天王心中疑惑重重 问天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千鸟奥林前辈来自混沌界 你现在看到的 只是前辈随手炼制的一具战争傀儡 前辈的本体还在混沌秘境 无法进入我们这方宇宙 雪王自然知道问天王心中疑惑重重 便连忙介绍道 千鸟奥林也在打量着问天王 笑着说道 你这门九转和一绝不错 但凭你的修为还闯不出来 应该是你有幸得到混沌界的传承吧 问天王看着面前的千鸟奥林 心中震动不已 他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有混沌界的强者降临混沌大陆 他没有怀疑雪王在欺骗他 因为这种事情根本骗不了 而且想到之前他和雪王的交易 那些疑惑都可以解释了 只有混沌界的强者 才能帮他布置一座真神急阵法 并且能够帮他炼制出九个准真神境界的分身 一切都明白了 问天王深吸一口气 连忙躬身道 晚辈拜见前辈 前辈所言不错 这门九转和一绝正是我在混沌秘境得到的一位混沌界强者的传承 据说来自大荒武院 大荒武院 尖鸟奥林文言有些震惊 继而感叹道 那可是曾经混沌界最强大的势力 太初刀地便是出自这个势力 什么 问天王文言震惊不已 旁边的雪王和地狱王也很震惊 尖鸟奥林有些唏嘘道 不过现在大荒武院已经成为过去世 在妖魔界入侵那一战 大荒武院除了太初刀地之外 便全军覆没 说完 千鸟奥林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被问天王说道 能够将这门功法给我看看吗 本来 对于这方宇宙的功法 它是没多少兴趣的 毕竟再强 那也只是真神级的 对它没什么帮助 不过既然是传承之大荒武院 那就不一样了 毕竟大荒武院乃是太初刀地所在的强大势力 能够培养出一位太初刀地 其功法肯定有精妙之处 前辈请问天王文言 连忙烙印了一本九转和一绝交给千鸟奥林 反正他已经答应雪王了 也不怕这门功法流传出去了 再说人家是混沌界的强者 还会贪恋自己的功法 卷王和地狱王在一旁看着那本书 激动不已 这就是完整版的九转和一绝 一旦有了这门功法 他们雪衣神教以后 就再也不用担心会没有圣人王巅峰级别的强者了 而且 他们雪衣神教的实力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有点意思 千鸟奥林接过九转和一绝 仔细观看起来 不过 看完之后他有些遗憾地摇头道 这门分身功法的确很厉害 连我们真神也创不出来 不过 这门功法似乎是一门强大分身功法的弱化版 只能适用于真神以下 对于真神以上就没什么帮助了 对真神没帮助吗 却王文言有些吃惊 他还以为真神之后还能使用 毕竟等他去了混沌界 如果还能炼制出分身 那他的保命能力就大大增加了 但是现在看来 是他想多了 问天王点头道 前辈说的不错 这门功法只能用于真神以下 到了真神境界 因为真我为一 所以就没办法再分出分身 千鸟奥林赞赏的看着问天王说道 能够知道真我为一 看来你距离成真神也不远了 不过 你说的也不是绝对 真神以上还是可以炼制出分身的 只不过难度非常大 借前辈指点 问天王恭敬道 一旁的雪王惊讶的看向问天王 震惊道 你真的要成真神了吗 问天王淡淡说道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比你们更早达到准真神境界 成真神自然不难 不过 我会压制修为 不会急着去混沌界 为什么 雪王一愣 他很难理解 有机会去混沌界 为什么要压制修为 第1747章飞升之后 在雪王看来 虽然去了混沌界 他们就不能再像在混沌大陆要舞扬威了 要从底层做起 但只有去混沌界 他们才能继续提升修为 这是他们所无法拒绝的诱惑 问天王像四看白痴一样看向雪王 冷笑道 你以为混沌界很好混吗 如果不在飞升前积累足够的实力 去了混沌界 那会死得更快 雪王闻言一惊 这一点他倒是没想到 一旁的千鸟奥林满脸赞赏的看着问天王 点头道 你说的不错能够在飞升之前积累一些力量 等你们飞升之后情况就会好很多 问天王心中一动 不由得好奇问道 前辈能够跟我们说说飞升之后的情况吗 旁边的雪王和地狱王闻言 都是有些心动的看向千鸟奥林 对于混沌界 他们也非常好奇 而且他们都是有机会前往混沌界的 如果能够在此之前了解一下混沌界 那无异于对他们更有好处 千鸟奥林目光扫了问天王和雪王他们一眼 他知道 如果不给这些一点好处 恐怕这些人不会认真替自己办事 更何况 只是混沌界一些众所皆知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大秘密 倒也不需要隐藏 讲吧 千鸟奥林点头道 可以提前告诉你们 算是你们替我办事的报仇吧 雪王连忙说道 前辈之事 晚辈保证完成 问天王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但也连忙说道 前辈有什么吩咐 晚辈一定劫心尽力完成 千鸟奥林满意地点了点头 便继续说道 先给你们说说混沌界的修为等级吧 其实真神在混沌界 被称为大地真神 是最低的一个等级 不过 即便是最低的一个等级 也被分为九阶 刚飞升的真神 那就是一阶大地真神 而在大地真神之后 还有天空真神 太古真神 永恒真神 混沌真神 神王大地 雪王 问天王听完 只感觉休无止境 在混沌界 真神就是最弱小的存在 只是不知道眼前 这位千鸟奥林前辈 是什么修为 问天王和雪王 虽然心中很好奇 但也不敢询问 只听千鸟奥林继续说道 给你们说说 飞升之后的情况吧 自从太初刀地成为大地后 便更改了我们混沌界的至高规则 但凡达到真神的修炼者 都要堵截才能飞升混沌界 像以前在太初刀地之前 你们现在就能去混沌界了 而在太初刀地更改规则之后 混沌界也就诞生了许多飞升池 凡是飞升的修炼者 都会在飞升池凝聚混沌肢体 这也是你们飞升者的一个大机缘 不过 说到这里 千鸟奥林有些幸灾乐祸的 看着雪王和问天王说道 不过 现在这些飞升池 几乎都被各大势力所掌握 你们一旦飞升了 那就会成为各大势力的人 天赋厉害的 会被他们收下 那运气就很好了 天赋差的 就要被抓去挖矿一千万年 一千万年后才会获得自由 什么 问天王震惊 挖矿 却王脸色难看 他们在混沌大陆是巨头 是霸主 让他们去挖矿 当矿工 这简直是侮辱 一时间 问天王和雪王都有些难以接受 飞升之后的情况 居然是这么差 亏他们这么盼望飞升混沌界 两人心情非常不好 千鸟奥林看着他们的样子 哈哈笑道 没办法 弱者就是没有人权 混沌界的生存环境 比你们这方宇宙更加艰难的多 所以 问天王说的不错 一定要在飞升之前积累足够的实力 一阶大地真神初七 和一阶大地真神巅峰 那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情况 问天王闻眼眼睛一亮 问道 前辈 难道有一阶大地真神巅峰的实力 就不用挖矿了吗 不不不 千鸟奥林摇头道 是否挖矿 取决于你们的天赋 等你飞升后 会有人带你们去检测天赋 在我们混沌界 天赋分为十个等级 分别是一到九品 以及超越一品的网品 只有天赋达到三品以上 才会被重点培养 不需要挖矿 卷王问道 这天赋要怎么检测 前辈能够帮我们检测吗 千鸟奥林摇头道 检测天赋需要天赋精实 这东西我们千鸟族虽然有 但非常珍贵 是不允许带出来的 问天王和雪王闻眼一阵遗憾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如何 若是天赋不够 难道真要去挖矿 千鸟奥林笑着说道 就算挖矿也不要紧 就当历练一下了 毕竟相比于挖矿 在外面你们会更加危险 问天王点了点头 卷王有些期盼的看向千鸟奥林 前辈 晚辈能不能有幸加入你们千鸟一族 问天王闻眼心中一动 也有些期盼的看向千鸟奥林 既然能够跟这位混沌界的强者搞好关系 那等他们飞升之后 是不是就不需要挖矿了 千鸟奥林看着雪王和问天王 摇头道 你们不要打我的注意了 飞升者一旦飞升之后 是被随机传送到混沌界各地 我根本没办法找到你们 若非因为如此 他也不会急着抓捕占台明月了 毕竟 一旦等到占台明月飞升之后 谁知道占台明月会随机传送到那里 到时候 他可就再也找不到占台明月了 所以 千鸟奥林要在这方宇宙内抓住占台明月 好了 千鸟奥林看着面前的问天王和雪王 神圣道 该说的我已经都跟你们说了 接下来你们跟我去混沌秘境那里 我帮你们凝聚九个准真神级别的分身 我的力量是混沌之力 你们烈化起来很艰难 这需要不少年 你们得赶快 是 问天王和雪王连忙点头 随即 三人出发前往混沌秘境 在路上 问天王也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问天王脸色难看地 咬牙切齿地传音道 所以说 这都是前辈给我的好处 你凭什么拿来跟我交易 他感觉自己被雪王给坑了 雪王冷哼道 别忘了 前辈让我找盟友 我可以找你 也可以找北方神皇 如果不是我想要你的九转和一绝 你以为我会找你 问天王沉默了 算了 不管了 只要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九转和一绝就让他泛滥成灾吧 等自己飞升混沌界 关他什么事 第1748章准真神 混沌秘境 问天王和雪王终于看到了千鸟奥林的本体 虽然隔着彩色的静置 无法真正进入混沌秘境 但是问天王和雪王依旧能够感受到千鸟奥林身上那股意散出来的恐怖气息 而且千鸟奥林给他们的感觉 就像似一片宇宙 浩瀚无边 看不到尽头 这是一位真正的大地真神 而且比他们这方宇宙诞生的真神都要强大 问天王和雪王心中惊颤 脸色更加恭敬了 我的力量是混沌之力 非常难以练化 好在你们都是准真神 在我的帮助下 倒是可以勉强练化 但也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千鸟奥林说吧 便传递力量送进了这方宇宙 问天王和雪王连王盘西坐下 开始在千鸟奥林的帮助下 练化这股混沌之力 不得不说 一接触到混沌之力 他们就发现各种好处了 千不说可以帮助他们凝聚准真神级别的分身 还能顺带着磨砺他们的肉身 让他们的肉身变强 真是大机缘 问天王眼睛一亮 已经接近真神的他 对真神已经非常了解了 他心下想到 渡神节最重要的便是练化混沌之力 凝聚混沌之体 我现在就练化一些混沌之力 就等于提前打好了基础 等渡神节的时候 就非常有把握了 一旁 雪王虽然没有问天王的境界高深 但也能够感受到提前练化混沌之力的好处 心中兴奋无比 叶星辰 任你天赋再高 也想不到我们这方宇宙会有混沌界的强者降临吧 这次我看你怎么死 雪王幸灾乐或地想到 两人随即全力练化这股混沌之力 而混沌秘境中的千鸟奥林 则一边帮助他们练化混沌之力 一边继练至准真神级别的战争傀儡 在他心中 根本没期待雪王和问天王能够帮助他抓捕沌台明月 这两人只是他弄出来的贤奇而已 千鸟奥林真正的杀手锏 还是他炼至的十尊准真神级别的战争傀儡 至于雪王和问天王两人 他们算是提前试探沌台明月而已 千鸟奥林看着圣虚的方向 眼睛微微一眯 他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 因为一旦等到沌台明月知道他的存在 说不定会会吃丹药直接晋升到真神境界 然后飞升混沌界 虽然吃丹药会损坏沌台明月的天赋 但相比于此 沌台明月肯定会选择吃丹药 所以千鸟奥林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机会 一出手就要抓住沌台明月 否则便再无机会 七星宫 我一定要得到 千鸟奥林眼神坚定的说道 数百年时间 转眼即过 圣虚 无毛鸡看向面前的虚空雷神何小五 询问道 这段时间 雪衣神教有什么动作吗 虚空雷神笑道 他们的圣人早已经龟缩在大本营 现在雪衣神教低调的很 一看到我们补天教的人 就马上退避三射 哈哈哈哈 无毛鸡大笑一声 说道 算他们实相 虚空雷神微微笑道 现在谁不知道我们补天教的实力 在混沌网络上 我们补天教现在是混沌大陆第一势力 第一神教 无毛鸡点了点头 自从那一战之后 补天教便是混沌大陆第一势力了 毕竟 叶星辰和补天教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太强了 哼 就在此时 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不远处传来 这股气息太强了 远远超过了圣人王巅峰强者的气息 若非是在这圣虚内 恐怕会惊动整个混沌大陆 无毛鸡转头看去 顿时眼睛一亮 那是飞仙的闭关之地 看来他已经踏入了准真神境界 曲空雷神文言满脸羡慕道 这位毡台传奇长老真有手段 硬生生创造出一位准真神 居然只用了几百年时间 哈哈 他毕竟是来自混沌界 比我们见多识广 无毛鸡笑道 随即又看向夜星辰的闭关之地 陈寅道 已经过去了六百年 估计夜小子的肉身也达到了准真神境界 这是双喜临门啊 曲空雷神笑道 无毛鸡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夜星辰传音让他们进入时间加速大阵 不远处 百里飞仙也飞了过来 吃薄 诗书 百里飞仙向无毛鸡他们行礼 无毛鸡打亮着他 笑道准真神了啊 还要多久 就能成真神 百里飞仙黑黑笑道 我现在随时可以度神节成真神 不过瞻台明月说了 让我尽量压制修为 一来等他一起飞升混沌界 二来也能在飞升之前积累实力 无毛鸡点了点头 赞同道 是要积累实力 一旦到了混沌界 你的修为便是混沌界最低的 如果不积累一些实力 一旦遇到了危险 那就糟了 吃薄放心 弟子明白 百里飞仙点了点头 好了 好了 飞仙又不是小孩子 用不着你来啰嗦 再说 还有那位沾台传奇长老呢 有他这个熟人带路 还用担心飞仙啊 屈空雷神在一旁笑道 无毛鸡想想也对 比起他们 沾台明月对混沌界更加了解 自然懂得怎么躲避危险 而且 谁知道沾台明月还有什么底牌 想来自保应该足够了 机人交谈之间 便进入了时间加速大阵 只见大阵内盘坐着十个一模一样的身影 都是叶星辰 简然 叶星辰已经凝聚出几个分身了 而且 无毛鸡一眼就看出这些分身都是圣人王巅峰境界 不过 这九个分身的气息 却是比圣人王巅峰强大多了 成功了 无毛鸡虽然已经确定了 但还是问道 其他人也都是一脸期待的看向叶星辰 叶星辰笑着点头 成功了 这些分身的肉身都是准真神境界 实力绝对堪比准真神 哈哈哈哈 无毛鸡文言大笑 一脸畅快 居空雷神感叹道 十个准真神啊 不 再加上飞仙 那就是十一个准真神 除却我们补天教 整个混沌大陆现在也没有十一个准真神啊 无毛鸡要然道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补天教 就能抵得上整个混沌大陆了 第1749章未来谋划 一众补天教高层看着叶星辰的分身 显得都很振奋 毕竟这些分身都是准真神级别的 这可是一股超强的战力 可以说 现在补天教才是真正的第一神教 就算混沌大陆的其他势力加起来 都不如补天教 一小子 你现在施展九九归原之术 岂不是马上就能踏入准真神境界了 天煞孤星看着面前的九个分身 朝着叶星辰询问道 其他人也是心中一动 看向叶星辰 叶星辰文言点了点头 笑道 寄生准真神还是可以的 不过寄生真神就不行了 说到这里 叶星辰轻轻一叹 苦笑道 有终极之道的限制存在 我必须练化一件天空真神级别的神兵 才能晋升真神境界 天空真神级别的神兵 众人文言一经 通过粘台明月 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混沌界的修炼等级了 天空真神虽然是倒数第二 但也比大地真神足足强了十个小阶位 根本不是他们现在可以想象的 看来你只能通过肉身成真神了 怎么样 现在你的肉身大概需要多少年才能成真神 无毛鸡问道 叶星辰感应了一下自己现在的情况 他现在的混沌霸体已经修炼到了百分号九十了 只差最后的百分号十了 在这座时间加速大阵之中 有真神兵相助 可以加速到五百万倍 所以 他还需要二十万年才能成真神 二十万年啊 听了叶星辰的推算 无毛鸡微笑道 那还好 这样你还能在混沌大陆待二十万年 二十万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无毛鸡他们还能接受 否则时间太短的话 他们都来不及准备 要知道 他们补天教真正的强者便是叶星辰 一旦叶星辰飞升到了混沌界 那他们补天教恐怕瞬间就从第一时间退为倒数第一神教 甚至 他们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毕竟 一旦叶星辰飞升了 那雪衣神教这个敌人肯定会打过来 到时候他们怎么抗 凭借无毛鸡他们几个圣人王巅峰吗 就算有叶星辰留下来的神兵 他们也挡不住 毕竟 雪王是准真神级别的强者 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 以前叶星辰打不过雪王的时候 还能躲在圣须之中 凭借强大的肉身 令得敌人忌惮 但是无毛鸡他们 只是普通的圣人王巅峰 肉身根本不强 即便躲在圣须之中 也保不住他们 所以 一旦没有了叶星辰 补天教的下场可想而知 恐怕不会比南方神国好多少 至于中央神国这个盟友 别看他们现在铁杆 那也是看在叶星辰的分身 一旦没有了叶星辰 恐怕中央神国就不会那么努力帮助补天教了 说不定为了九转和一绝 他们还会反戈一击 混沌大陆就是这样残酷 弱肉强食 只有利益 没有所谓的情意 叶星辰也知道这些 所以他准备在飞升之前 将补天教打造的更加强大 首先是攻击方面 叶星辰准备留下自己的九个分身 不拿来晋升准真神境界了 对他来说 只要肉身成真神境界 就能飞升混沌界 没必要再把自己的修为提升到准真神境界了 那是多此一举 毕竟 等到了混沌界 他有的是机会提升修为 所以 他的九个准真神分身 就能放在补天教 作为补天教最强力的打手 不过 一旦他飞升到了混沌界 这九个分身就没办法控制了 因为一旦成了真神 那就要达到真我唯一的境界 也就是说灵魂 肉身 心灵力量 所有的力量都合为一体 届时 他留下来的九个准真神级别的分身 只能变成空荡荡的躯壳 没有灵魂去操控 这是一个麻烦 叶星辰不知道怎么办 准备去请教一下 瞻台明月这个来自混沌界的强者 飞仙 你去请瞻台传奇长老过来一趟 讲吧 叶星辰对旁边的百里飞仙说道 百里飞仙连忙去找瞻台明月了 瞻台明月并不在盛须 而是在混沌大陆各地旅游 这丫头根本不需要修炼 安安稳稳到一万岁就能成为真神 不得不说 这让人很羡慕极度恨 关于真神及正法 你们有什么灵感吗 勿送百里飞仙离去 夜星辰将目光转向五毛鸡和时光王 这两人是他们补天教的正法大师 甚至说是整个混沌大陆最强的正法大师 也不为过之 攻击方面 他可以借助他的九个分身 但是防御方面 那就只能借助真神及正法了 像中央神国 雪衣神教他们 都有自己的真神及正法 这才能永恒存在 哪怕历史上有真神诞生 也奈何不了他们 所以 有一座真神及正法保护 才能真正奠定一个强大的宗派 想要布置真神及正法 对有混沌之力 我们根本没法布置 五毛鸡一脸苦笑地摇摇头 时光王也在旁边点了点头 真神及正法需要混沌之力才能布置 这也是为什么只有真神才能布置真神及正法的缘故 混沌之力 也形成文言皱起眉头 他有混沌之力 但都拿来练化 提升自己的肉身了 而且 光靠他那点混沌之力 恐怕无法布置真神及正法 毕竟 真神及正法非常庞大 而那他的那点混沌之力 就跟面条一样 怎么可能布置一座庞大的真神及正法 看来只能等我成真神后 再布置真神及正法了 叶星辰暗自想到 成真神后 能够在混沌大陆停留的时间非常少 具体是多少 没人说得清 因为每个真神停留的时间都不一样 也是强大的真神 停留的时间越是短暂 这也是这方宇宙规则的保护机制所造成的 否则的话 让一个真神停留太久 那对这方宇宙的威胁太大了 比如说 玉星辰要是成真神了 直接灭掉其他势力 让补天教独霸天下 那就严重破坏宇宙平衡了 所以 这方宇宙根本不会让你有时间去灭其他的势力 玉星辰从中央神国那里得到过一些信心 以往的真神最多布置完真神及正法就匆匆飞升离开了 也就是说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仅仅能够布置一座真神及正法 第1750章一套 真神及正法暂时没办法布置 玉星辰又跟五毛鸡 时光王他们讨论时间加速大阵 20万年的时间 玉星辰还是嫌弃太长了 如果能够再缩短一点就更好了 不过 按照五毛鸡和时光王的说法 时间加速大阵到了这个份上 已经很难再提升了 要知道他们的时间加速大阵已经可以达到500万倍的时间加速了 可以说在这方宇宙 他们已经把时间加速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刚才玉星辰已经试验过了 即便他现在达到了准真神境界 用准真神的实力催动真神兵 也难以将时间加速大阵再度提升了 由此可见 除非他达到真神境界 否则很难再提速这座时间加速大阵了 不过 若要达到了真神境界 他还需要提升时间加速大阵干嘛 那时 他都已经飞升混沌界了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夜星辰看向时光王和五毛鸡 五毛鸡和时光王对视一眼 随后 时光王才苦笑道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五件真神兵作为阵脚 这样或许能够再次提升这座时间加速大阵 夜星辰 他总算明白这两人为什么之前不说这个办法了 五件真神兵 这简直难以想象 詹台明月那里有吗 就算有 那也不会给他 借来用用吗 正想着 夜星辰就看到百里飞仙和詹台明月双双回来了 詹台明月还一脸的不乐意 他正在外面跟补天教的弟子组队刷怪 享受着被一众弟子崇拜的时光 却突然被百里飞仙拉回来了 所以 看到夜星辰后 詹台明月气鼓鼓地瞪着他 问道 什么事 本小姐正在帮助你们补天教弟子增强实力 没事不要打扰我 众人文言一阵无语 你压得一个圣人王巅峰强者 跑去跟一些小天军组队刷怪 简直是欺负怪啊 再说 跟你组队那些补天教弟子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还怎么提升实力 还怎么提升战斗经验 当然 对于詹台明月这个大宝藏 众人都不敢得罪他 纷纷陪着笑脸 就连夜星辰也陪笑道 明月姑娘 我有个难题 放眼整个混沌大陆 也只有你能够帮我解答了 被夜星辰这么一捧 詹台明月这才给了好脸色 骄傲地仰着头 一脸得意地问道 说吧 是什么难题 钻你有眼光 在你们这方宇宙 就没有我不懂的难题 懒得听詹台明月自夸 月星辰指着旁边的九个分身 说道 这九个分身 我准备留在补天教 但是等我飞升之后 这九个分身就没有灵魂了 只剩下躯壳 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保持住现在的战力 詹台明月看了一眼旁边的九个分身 眼睛一亮 惊讶到 不错啊 你的分身居然都是准真神级别 能够在宇宙中修炼出这么强大的肉身 可是非常少见的 可不是吗 这方宇宙除了夜星辰之外 其他的修炼者 连圣人王级别的肉身都没有达到 怎么样 明月姑娘有办法吗 夜星辰再度问道 詹台明月摆手道 这有什么难的 你将他们炼制出战争傀儡就行了 到时候你随便指定一个人 就能让他操控这些战争傀儡战斗 当然 一旦战斗消耗完能量 那他们就只能自己恢复了 毕竟 准真神级别的强者 没什么宝物可以补充能量 夜星辰文言眼睛一亮 连忙问道 什么战争傀儡 要如何才能炼制 诺 你自己看吧 詹台明月文言扔过来一个绿色的金石 这是 夜星辰疑惑地打亮着手中的金石 詹台明月撇嘴道 这是记忆石 可以储存记忆 在混沌界 但凡功法 秘技等等 都是用它来储存的 夜星辰文言顿时了解 连忙探出心灵之力 顿时一股庞大的记忆冲击而来 夜星辰吓了一跳 连忙调动自己的心灵力量抵御 这才勉强支撑住了 看了对面一脸不在乎的詹台明月 夜星辰心中一阵苦笑 刚才要是换了其他人 恐怕现在已经灵魂被毁灭了 这股记忆太庞大了 没有第七层次的心灵力量 根本无法抵御 不过 在接受完这些记忆之后 夜星辰也终于明白战争傀儡是什么了 那是混沌界的一种秘技 用各种珍贵的材料 炼制出战争傀儡 可以帮助自己战斗 这其实跟它利用分身战斗一样 用分身去战斗去冒险 这是最保险的 因为本尊不会有危险 而在混沌界 那些真神没办法炼制夜星辰这种分身 那就只能靠战争傀儡了 几乎混沌界的修炼者 都喜欢炼制一些战争傀儡 不管是用来帮助战斗 还是用来作为仆人 都非常顺手 你的分身已经很强大了 将它们改造一下 就能转变为准真神级别的 战争傀儡了 张台明月打亮着夜星辰的九个分身 继续说道 可惜这方宇宙不能容忍真神级别的存在 否则的话 我再给你加一点混沌界的材料进去 就能让你炼制出九个真神级的战争傀儡了 众人闻言一经 九个真神级的战争傀儡 那多么疯狂啊 可惜了 这方宇宙不允许真神级的强者存在 哪怕是没有灵魂的战争傀儡 一旦达到了真神级 也会被这方宇宙驱逐出去 否则 千鸟奥林也就不会只炼制准真神级别的战争傀儡了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我就先走了 张台明月催促道 他还要急着出去玩耍呢 因为在他看来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要不了几千年 他就得飞升了 到时候可没机会再进入宇宙玩耍了 所以 他要珍惜这段美好的回忆 看着有些不耐烦的张台明月 夜星辰连忙问道 最后一件事情 明月姑娘 你能不能借给我四件真神兵 只是借来催动阵法 等我达到真神境界 或者在你飞升之前 就还给你 四件真神兵 你算得真准 我刚好就只剩下四件真神兵 张台明月闻言 便挥了挥手 顿时在众人面前 就出现了四件强大的真神兵 这四件真神兵 分别是一面盾牌 一件飞梭 一只头盔 和一件战甲 夜星辰眼睛一亮 他明显看出这四件真神兵 是一个同一个款式 简然 他们是完整的一套真神兵 一顿 一顿 是一个云